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如何注册跟使用Dynamic Health的一个APP 那我们的这个Dynamic Health的APP的话呢 它会方便大家透过手机或平板来做一个操作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平板上面的一个截图 那我们如果要下载的话呢 在Play商店或者是Apple Store当中去下载或安装 那平板的话呢 跟这个iPad、iPhone都可以试用 那手机的话呢 也都可以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如果下载下来之后呢 点开它 它需要做一个登录的动作 那登录的话有两种选项 一可以可以用院内的Wi-Fi做登录 或者是可以自键账号之后 透过这个Sign In来点击之后 透过自键的账号做登录 所以Dynamic Health这个APP呢 有两种登录方式 首先的话呢 是第一种 也就是我们在医院的网络当中呢 直接打上这个 我们的Dynamic Health的网址 或者是说我们到医院的电子资源系统当中登录之后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Dynamic Health的一个连结 那进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这个画面 那在这个画面当中 右上角有一个现在注册 蓝色底的这个字 那这个现在注册点击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我们的Dynamic Health注册的这个功能当中呢 填写这个表单 那填写的时候 email可以用院内信箱或个人信箱 Gmail都可以 密码的话要求会比较复杂一点 那大家可以点右手边的显示密码 把它建立好密码之后拍下来 那下面的姓名填好之后呢 点下面的勾勾 然后按注册 我们就可以在Dynamic Health的网站上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账号 那有了个人账号之后 我们再点击刚刚的Sign In 再把刚刚建立账号的email跟密码 然后点击Sign In 然后点击它的同一条款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可以认证成功 那第二种的话 就是我们的院内或校内 如果有使用这个Wi-Fi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APP当中 点开之后点左手边的机构网络 那这时候请大家先连上我们医院的Wi-Fi 那这个医院的或学校的Wi-Fi 如果有注册在我们的系统当中的话 点击下方的这个Authenticate 就会认证成功 所以这一个网络认证的话 它免登入注册的Wi-Fi 就可以直接登进来做使用 所以使用商的话 不用注册个人账号 那如果个人账号右手边的Sign In 有自己个人账号的话 它除了登入APP 还有自己账号或远端登入的功能 那就看大家的需求 那如果透过这两种认证方式登入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下载的选项 那下载的选项的话有分部分安装跟全部安装 全部安装的话呢 现在有300多MB的资料 那我们点下面的继续就可以把勾选的这个选项存到我们的APP当中 那大家就看到左手边它就会开始陆续从0到100这样子 把资料都跑完 那就会存在我们的APP里面 那如果是已经跑完之后呢 点开APP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个画面 那这个画面的话呢 它就是上方就是搜寻 那右上角的搜寻 还有一个麦克风可以用语音输入 那现在所结的画面是iPad上面的一个画面 其他的装置上呢 也是差不多的内容 然后下方的话可以看得到 你曾经浏览过的资料 还有就是Dynamic Health上面的技术疾病等等的资料 那下面的就是积分的话 就是个人账号登入之后 它会显示这个积分 那如果我们是用机构网络认证的话 它就没有下面的CE的这个Credit的积分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这边的内容 我们可以用搜寻的 也可以点击下方用浏览的方式 那搜寻的部分呢 如果搜寻的话 打上关键字 左边的这个GoTo就是它的主题当中有一个是这个主题 那右手边的Search for就是我是要把这个关键字选一个 当成来做内文的搜寻 所以我点选之后呢 可以看得到搜寻到的结果会列在这里 那右上角的这个三个点点跟三条横线 你可以预览它的大纲 我可以快速的进到这个主题的某一个区块 那再进来这个主题当中 你可以看得到做双角的大纲 分成内容 如果是像这个是技术的部分 还有这个查核的清单 那影片的部分如果有也会放在这个内容当中 那图片是辅助这个做说明 影片也是 那右上角的三个点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做这个主题的追踪 如果我就是长期关注这个主题的话 那如果是关于的话 我列出这个主题是谁写的 然后什么时候做的更新 那如果要分享 也可以 那因为是平板 所以它的一些功能的话 可以看到右下角有这个三条线 我可以快速去切换到我要的页面 那接下来就是刚刚所看到的影片 影片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平板上 或者是在手机上面安装好之后呢 可以在这边做浏览 那附带一题就是 影片在电脑板上 它是可以下载的 那在的话呢 最上面这一个是我曾经 就是浏览过的主题 右上角的话呢 是曾经浏览过的主题 会列出这个清单 那下方可以选择字母或日期排序 那左边的这个Follow的话呢 就是你最终的主题 那如果你对某一个主题 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做追踪 那在左上角的这个三条线 点击之后呢可以看得到Dynamic Health 上面的一些设定的功能 所以比如说我点这个Update 我可以去看一下更新的资料 然后这个Setting的话呢也可以啊 就是看一下这个可以提供的基本的设定 那下面的Logout就是登出 那这边可以看到Setting的话 我可以选择主题字的大小 所以我如果不希望常常缩放的话 我可以选择字比较大一点 然后储存的选项也可以做点选 那如果需要帮助的页面的话呢 点选之后点这个Help 就可以到我们的Apps Code 卡内的一个网站去查看这个资料的桌面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介绍 谢谢大家的聆听 再见